女子在深夜被陌生男尾隨偷拍 当下她是特地走到大街上 才拿起手机和对方对峙 原因就是不想让对方知道 她家住在哪边 由于两侧小吃店只会营业到晚餐结束后 因此南港路这条巷子 每天到了深夜时段 确实会非常暗 女子往大马路走 也是避免在暗处发生危险 你抱也没用啊 我才是老板啊 是困 而这回有年轻女子指控 被这名大叔尾隨偷拍 才会吓得急忙向家人求救 呵斥对方离开 当时男子从巷口开始尾随他 路程至少六分钟 约三百公尺 几乎已经跟到了对方家门口 幸好女子的姐姐收到妹妹求救 短短一分钟内就从家里冲出来救援 但男子已经被妹妹录影喝斥准备逃走 虽然勇气可佳 但要小心 若因此激怒对方 可能会有攻击性 要是真的像这样 发现自己被陌生人尾随 其实也有四招自保方式 除了冷静应对 向路人求助 也别忘了拿手机 录影搜证自保 可以的话 往大路走 更换路线 但最重要的是 不要和对方有正面冲突 也可以走近明亮的店家 请店员协助报案 警方目前正根据大树的特征 沿线调阅监视器 寻找这名可疑男子 也会加强附近巡逻 就怕这不是单一个案 毕竟谁知道对方 跟在后面到底想干嘛 走暗项 最好还是结伴而行 保持必要的警觉 TVBS新闻讲明 欢迎台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